《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潔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2月6日全面通關之後 也有些旅行團來到香港這邊 兩地方面交往應該頻密了 其實對於直巴方面的管理影響又是怎樣 他們的經營狀況又是怎樣 請到這位專家跟我們談談 就是非專利巴士聯會主席蔡順基先生 他亦是永東直巴管理影響公司的副總經理 Hello 蔡先生 你好 早晨子晨好 早晨 早晨 今天月初全面香港和內地方面通關 大家都有很多憧憬 兩地人民方面交流應該頻密了很多 就你了解目前復甦的情況是怎樣 大家好 其實這樣說 由上個月1月初開始通關 其實起初的時候 市場有個說法就是 可能有噴井式的情況出現 但其實就沒有的 沒有發生到 沒有發生到 有一個期望和希望有些差距 到農曆年之後 相對就好了一點 因為始終都是很多港人 會回內地去探親等各方面 直至到真的2月6日 全面的通關 取消了核酸 以及取消了配額制之後 就人流開始增加了 這是事實來的 但是我們看回情況 可能始終經過了3年的時間 很多香港人以往的生活模式有所改變 例如以前有些人 可能真的晚上就回內地居住 日後回來的香港工作 這種模式暫時都沒有看到 所以人流方面相對是比較少的 即是比過往 我們看回現在 可能入境處天天都有 那個入境數字去公佈 基本上現在來說 我還是看回 大概是疫情前的 大概是三成左右 至四成左右 應該 出入境旅客來加起來 那三四成當中 是香港人多 還是南下內地遊客佔比多些 在2月6日之前 如果需要核酸和判壓制的時候 的確基本上 大部份都是香港人為主 到2月6日打後 譬如說好像剛剛過去這個週末 開始看到一些旅客 一些內地的旅客 開始多了來了 是的 因為本身 因為內地那個 港澳通行證 也都很開始 全面開放給一些 內地居民去做申請 那明顯是看到有增長的 嗯 你們自己在部署上面 有沒有不同度 有的 因為當然 因為本身我們自己 公司這樣計算 我們本身 除了香港至深圳的班車之外 其實我們的路線 都在覆蓋著一些 不同的大灣區的城市 那未來的24號 我都會連東邊的惠州線 都會開通 那每天來講 有大約12班 希望可以便利 兩地的居民 可以有一個交通 可以直接過關 方便到他們這樣 承搭比率方面是怎樣 現在目前 譬如你們未來24號 都開了不同的線 其實你自己看 那個經營情況是怎樣 現在這樣說 現在去到2月路打後 那個入座率方面 基本上有些路線 譬如去深圳的路線 那個入座率 大概都維持三成左右 不算理想的 但可能去一些廣東省 一些大灣區的地方 某些線路 基本上已經可以去到 大概接近四成五成 那視乎不同的路線 那在復償過程 你們面對最大的困難是甚麼 很多其他 譬如說旅行社 就說司機又找不到 那些車要出牌 運輸署 要排隊 過程有多艱辛 的確是相當艱辛的 因為其實整個通關的時間 都相對比較短 由12月底 國家在宣布開放 到真的開關 短短講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 其實某程度 在驗車 做一些牌照等等 其實一定是有時間 要去走動的 不會說今天通知 明天可以搞定 經過了一個多月 開始慢慢累積了一些車 做好所有事情 其實現在基本上 在我們行業當中 大致上大概有四至五成的車輛 已經開始 已經辦好那些 即是疫情前的四至五成的車輛 已經流失了 很老實 真的沒有錢出了 那司機都要生活 完全停頓 這個行業 完全停頓 三年是冰封 政府經常說冰封行業 我們就是一個叫冰封行業 這三年裏面當中 其實很多司機都已經 他們自己都要養妻活兒 要維持生活 那就轉了行業 做地盤的 做地盤 或者是做送外賣送外賣 甚至乎轉了其他 做保安的行業都有的 所以現在要找回他們 回來做事的時候 是有一定的難度 因為已經某程度 他們進了一個 融入了其他行業 融入了他的生活 還有可能跳了一個叫舒適圈 因為始終我們做交通運輸的話 很多時候就說假期你要開工 人家放假你要開工 是有一個不太好的情況 所以可能去到某些崗位的時候 他已經跳了入舒適圈的時候 未必會跳出來 現在你們從什麼途徑去 招募一些舊人回來幫忙 或者怎樣吸引新人入行 過往的舊人都是這樣說 在過去的三年大家都維持著一個 所謂的溝通 不斷可能一個多兩個月 大家會電話聯絡 保持著一定的關係 在那裡去講 現在打個比方 我現在公司大概有三成的司機 是可以投入回來我公司的 這三成都是用這種方式去維繫回來的 但是你說真的要請新人入行 說真的 是相當之難 甚至乎我可以這樣說 我公司來講 不超過十個這類的司機 現在所謂的新人 因為本身中港兩地牌 其實是要考的 要返內地考的 其實過去的 即是這個基本入行的條件 是的 最基本上有個大陸牌 我們叫做 五六年裡面 其實都沒有什麼香港人 上去內地考大把牌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新血 以往我們的新血是靠什麼呢 靠一些新移民 內地每一天可能有百多個新移民來香港 以往就靠著這類的人力資源去支撐著整個行業 那這個人力解決方案有沒有一些新的想法呢 譬如說引入內地司機是否一個方法呢 其實絕對是 因為本身的公司都不夠 你坐在公司那裡 大家去把薪金提升的話 其實對打工仔來說當然是好事 但是你營商的過程裡面當中 或者是真的市場 是否可以接受到呢 因為最後都是楊無七至楊身上 我用一個高價去請司機的時候 那我的票價就自然要增加了 我的成本 所以某程度就是我們都呼籲著 或者跟運輸處也都在溝通著 其實是香港整個交通運輸行業 是缺乏人手 大家都有所共知 清亡不接 清亡不接是大家有所共知的 大家會看到的士小巴 講一些不好聽的 這樣講 很多人很多時候 睜大眼睛一看新聞 昨晚幾點幾點 又有個不知道七十幾歲的老人家 因為心機緊失又有交通事故 其實新聞周知無日會有出現的 因為這也是出現了一個年紀老化的問題 所以我們覺得 如果單靠自己香港社會裡面當中的人 去補充這些位置 是不現實的 所以政府真的要有一個長遠的計劃 去想一想 怎樣輸入勞工 而我們自己行業裡面當中 因為本身我們的公司 是必須有內地公司 配合著這個兩地牌的 所以其實我們都建議過香港政府 是否可以我們這個行業先行先走 由我們內地公司聘請內地司機 到香港去駕駛 某程度這個海這樣說 就有一點灰色位 就叫做不是叫做輸入勞工 當然 即是另一種的模式 是的 當地勞工一定對這件事 會有些意見的 我們都知道的 但起碼在政府的架構裡面當中 是容易做到的 亦都這樣說 在現有機制裡面當中 亦有這類型的公司存在的 亦都不是一個新事物來的 現在司機入職的起身點是怎樣的呢 這樣的 在疫情前 疫情前 我做個比喻 疫情前 基本上在我們做中港兩地車 普普通通的 大概是10至12小時工作 基本上大概都是2萬3至2萬5元左右 去到現在來說 基本上如果按照同樣時間 同樣工作的話 基本上都去到3萬元 是的 你看回百分比 基本上都上升了20% 其實在疫情期間 都有一些新的過境設施 落成了 疫情前 港珠澳大橋 疫情期間 就連堂口岩 沒錯 最新 在防疫措施 落幕之後 連堂口岩 也有客運運作 對於過境巴士的業務 帶來了什麼改變呢 新發展 有衝擊 但亦都有希望 可以這樣理解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中港兩地融合的話 這類型的口岸 會不斷不斷改造 大家都知道 未來的皇港口岸 亦都會開始改建 羅湖都在重建 對 變為了一地兩檢的模式去做 雖然連堂口岸 不是一地兩檢 是兩地兩檢 但它的便利性 是相當方便的 它在中間裡面 當中 是不需要再上下車一次 給到市民或者一些旅客的話 是簡單很多 出入境 所以在某程度 這麼簡單 我們都覺得 這個口岸 未來會多人去選用 但亦都這樣說 隨著開放的話 這個口岸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公共交通 包括的士 小巴 公公營巴士 都可以入到 在這方面 是不是競爭很大呢 如果對你們來說 事實上是的 因為說真的 以往 國境口岸 基本上都以直通巴士為主 但現在多了公共交通 進去的時候 競爭自然必須出現 所以我們都希望 政府可以看一看 如果真的 大家競爭的時候 是不是一個公平競爭 是的 真是幾不公平 譬如說 你乘巴那些 B線去連塘口岸 長者有兩元車 長者都頻繁網返內地 是的 很難會去搭你市場 市場格格的 即是 國境巴士 是的 說得很好 主持 因為本身大家都知道 買一張直通巴士飛 如果某程度我要去 去遠一點的地方 可能都是八十元 一百元 或者百多元為主 是不是 如果去深圳的 便宜的 都說四五十元 是不是 如果長者能夠用兩元 可以去得到的 正如你剛才所說 他怎會壞了五十元的票 去深圳 是不是 所以我們都希望 如果政府可以考慮 其實經常都說 大灣區 大灣區 我們要希望 九市二區的居民 大家互動互留 是不是 其實在這個交通裡面 當中應該是 有一個補貼出來 是的 重要就是 交通津貼 其實政府支持 市民 那些行車 但是過境巴士 一直是否都沒有跌入 這些計劃裡面 沒有的 我們曾幾何時都從政府申請過 現在大家都知道 在疫情裡面當中 那個交通津貼那裡 由過往的四百元升到六百元 其實我們在疫情前 已經一直跟政府申請著 但是政府有個說法 就是因為我們叫過境 不能夠納入裡面當中 但是很老實 羅湖也可以 羅馬洲支線也可以 旅客去到那裡不是過境嗎 大家都知道 鐵路的口岸 你都有些規矩 你不可以去到之後 不坐車 即是不過關就回頭 除非有特殊原因才可以 所以我們真的 目的其實是一樣 其實旅客的目的 坐這個車的目的一樣 所以我們都很奇怪 這件事 所以我們都計劃 應該會重新再跟政府 提出這個申請 這方面是 你們之前跟什麼部門 聯絡過 有沒有定時跟他們 檢討實際情況是怎樣 過往我們一直 因為主管我們部門是運輸署 所以我們一直都跟運輸署 去溝通 最近我們都 因應相關上食的問題 是跟運輸署 又再重新 體動這個說法 希望今次 入申請的時候 可以官方 他們有什麼說法 在大氣電波 我就不敢 為何這麼說話 因為我怕得罪了處方 但希望處方 能夠真的 因應著現在整個行業 剛剛重新 看動 也相當之艱難的時刻 去幫幫忙 是否扶一扶 我們這個行業 剛剛你說港鐵 羅湖站 你也有立有的計劃 補大不補小 還有你說中港融合 在一個大方向 你應該鼓勵兩地往來 不是叫你額外 整個計劃出來 不是特別說 就著過境巴士去補貼些什麼 而是在交通往來 劃一條公道一些的線 這個就是 期望官員 不要這麼死板一塊 盡快 還有在一些新口岸 建設的時候 去規劃過境便利的設施 那裡還有沒有優化的空間 還有是否可以加強宣傳 可能有些口岸 其實有車去的 可能大家都知道 沒有人說的 不是很清楚 老闆的情況是怎樣 不可以提到你們這些 國警巴士 其實都公道一些 兩位主持人 我經常都說 鏡兩面看 處方在一些 譬如說 剛剛2月6日 有些口岸 譬如我們時東巴士 有些固定的服務 他們是有在官方網頁 刊登出來的 都有幫忙的 有幫忙的 但個別公司服務 他們就沒有了 都是靠個別公司自己做宣傳 做那件事 也很老實 因為疫情後 大家都七老八相 有錢請司機 都沒有錢做宣傳 變成在這個環節當中 宣傳可能真的做得不太好 你都說得對 可能有錢請司機 就未必真的有錢做宣傳 很多企業都說疫後復償 即未那麼快 回復疫情前的生意 壓壓的水平 其實呢 接下來的 才爺就新一份 財政要算案 大家估計 希望他都有一些 輸困的措施 在業界上面 其實有些什麼層面 希望能夠幫忙 輸一輸困 其實我們行業 說真的 疫情拖了三年 其實我們在2021年 已經開始跟政府相關部門 說服業基金 包括跟我們行業 那個代表易志明議員 也都提了很多次 希望政府在服業的過程當中 幫幫這個行業一把 令到他們可以重生 因為坊間都知道 在美國或者我都在很多不同的媒體裡講過 其實真的要將一部旅遊巴 能夠去維修到 去在路面安全全行走的話 不會走走死車 要拖車走的話 最基本都六七萬以上了 維修費用 而這也是最基本的東西 一個不小心 如果車擺了三年 如果牽涉到它的發動機 或者它的波箱的話 這個費用更加不用說了 已經數以十萬計算了 已經是 所以在這個資金裡面當中 其實你說現在 在三年叮峰 沒有收入的行業裡面當中 它怎麼能支撐這個支出呢 其實我們真的很需要政府的援助 雖然政府經常說 我給了很多你了 之前過去 由2020年開始 去到去年2022年 都有所謂的抗疫基金 幫你們去輸解 但實際 老實說 他每一次給三萬的時候 我要拿到這三萬元是怎樣呢 我必須要把車去驗車 又排費 我才拿到這筆錢 那好了 簡簡單單驗車 都萬多元 買了保險 根本上沒有 這三萬元 我一毛錢都不能放進袋 我就給了維修箱 給了保險公司 其實這是資助不了我們的 到現在真真正正投入服務當中 我們真的需要支援我們的錢 去整好車去投入服務 好像我公司為例 我在疫情前 我有二百多部車 但到現在來說 我都只是整好了 大概八十部車左右 其他真的沒有能力 再去支撐維修費用 如果政府真的在這個環節 沒有資助的話 要等市場慢慢復甦的話 我正如那百多部車 都可能不知道 要等到什麼時候 才可以再復甦 那就是政府 派機票很爽手 疫情期間 買五十萬張 和航空公司 是不是 那你 過境巴士 不要說買五十萬張 買五萬張 派給內地遊客 來香港 澳門遊客來香港 那都是招數來的 其實是的 也真是很感謝主持 你提這個說法 其實 在最初 其實我記得 疫情剛剛開始 二零二零年 機管局很快速 就已經說會送機票 那當然事隔了三年 他們立即將這個項目 提出來 其實當時 我們都想和女法局 即是女法局好的 幫香港宣傳著 旅遊各方面的事情 但你只是丟進去 廣告 就不是很大意思 廣告當然要做 但你都要有些資源 撥下去 令到營辦商 能夠有能力去支撐 或者去做服務出來 其實他們是否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你法局最有錢 你是說 是不是能夠撥回部分的話 去資助一下行業 例如做些私室圖 對 是 彌灣區 yağ 是 揮州 是 機場出來 去市區也好 機場送到內地也好 可以贊助一下機票 也可以 是 這些車票 對 國警車票 那你在 在衛州都有人富起來 徐州 下來香港 免費有個國警報到來回 他又來一轉住兩晚 那這些 不要說是為了貪汽車票,提醒他 但有這些誘因,會令人習慣回香港 令他叮一聲有香港 這個也是Hello Hong Kong,要想一下實際的具體 既然這樣的話,你自己怎樣看 經營旅遊巴、業務公司 前景會怎樣呢? 現在我們已經逐步開放後 逐步復償,但又未那麼快可以重新 你自己怎樣看情況呢? 其實是這樣的,我們如果在行業 不論是本地也好,或是過境也好 其實我們抱著一個樂觀的態度 如果不是都熬不到三年 如果不是的話,好像一、兩年前都已經收拾了 是抱著一個樂觀的態度 正如剛才提到的說法 其實大灣區的確是我們所謂旅遊巴 甚至乎過境巴士是一個未來的空間 能夠更加廣闊一點 面對著更加大的群眾 去做一個交通運輸 所以某程度就是,這一刻 其實只要政府能夠釋出援手 去幫幫我們這個行業 如果是復償的時候 難聽他們做生意的話,大家都很厲害 大家都會想到辦法 怎樣去經營自己的業務 所以這個我深信的話 只要這一刻扶一扶的時候 隨著大灣區慢慢開放的話 我深信是沒有問題的 好,今天多謝了 非專利巴士聯會的主席 蔡順基先生 謝謝蔡先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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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